打入你 魔球已經不復存在了 所以都是不復存在 你被殺了 嘴邊嘴邊投球我們竟然都是我的錯 謝謝大家 這是真的 法切爾卡瑪牛逼 嘿 大家好 我是Pedia 今天帶來的是我們的暗影格鬥3 那這次要帶來的是這個 全新活動 狐狸之獵 那這次活動呢 主要分成幾個區塊 第一個是陣落通行證 這是這次活動的精髓 就是 我們所有的獎勵都在這裡面 那來看到戰爭通行證的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左下角會是我們當前的分數 然後右邊可以看到這個 領取獎勵以及購買高級 對 那這個等級呢 總共分50個等級 就很像我們在 ARENA 玩的這個 戰爭通行證類似的概念 也就是說你只要完成了 當前的等級呢 你就可以獲得當前等級的獎勵喔 對 那 你就看到 左下角也有寫到 我們每個等級 基本上是需要200分的 都是一樣 所以說我們要完成50個等級 總共會需要 1萬 對 1萬的積分 對 那也就是說你達到這個積分之後 你就可以領取所有等級獎勵 不過注意的是 白嫖只能領上半部 對 下半部是需要花 呃 330 或者是更多的錢去解鎖這個 高級戰爭通行證 才能去領取的獎勵喔 那為什麼我們要去解鎖這個 戰爭通行證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下半部獎 裡面包括了全新的傳奇忍者鬧套裝 那其中的盔甲更是有這個 另一個傳令官盔甲的一個暗影技能 這個撞擊 對 那這個暗影技能之前都只能在活動裡面 或者是反正就是看AI去使用這個技能 那終於 來到了這麼一天 我們終於可以正式地去使用這些暗影技能了 非常棒 那另外就是這裡面還包含了這個 這個忍者刀的一個特別招式 對 那這個特別招式領出來就是22等 非常誇張的一個數字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的樣子 非常猛喔 22等的傳奇招式 Holy fuck 那再來就是50等的這個忍者刀 傳奇忍者刀套裝的一個皮膚 對 那這次戰爭通行證就要去買高級的理由 我認為就是去買那個皮膚啦 那 它的 包含的這個傳奇忍者刀套裝 我認為會在接下來的這個馬庫斯世界裡面 可以進行抽取 這我不敢保證 但是我認為可能可以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買的話 我覺得其實也不用太緊張 對 雖然說前面還有一些案例啦 比如像是四川的這個套裝 到現在也沒下放 然後去年的這個傳奇擴建跟傳奇雙斧 也沒有下放 但是我覺得 那都是單一武器、單一盔甲之類的 那這一次是直接推出了整個套裝 比較像是去年這個推出的三結棍套裝的樣子 所以我認為應該不會太久 就會讓玩家可以抽取了 當然這也不好說 對吧 那白嫖當然也不用太緊張 對 你們還是可以有機會 通過白嫖的部分獎勵 可以獲得這個 新的忍者刀去使用 雖然說是史詩的 但是也是可以使用到它的一個專屬的暗影技能 對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來看到 我們需要多少等級來解鎖我們重要的東西 首先是 基本通行證裡面的40等 可以解鎖史詩忍者刀 對 那高級通行證的話 只是在3等 可以解鎖傳奇苦無 15等可以解鎖傳奇頭盔 然後28等可以解鎖傳奇盔甲 40等可以解鎖傳奇忍者刀 那另外就是46等可以獲得這個 傳奇忍者刀的一個特別招式 然後50等會是這個 新的傳奇忍者刀套裝的一個皮膚 對 那接著我們來看看這次活動的本體 我們先來講一下這次活動的一個背景 就是這個樣子 在一圖世界的結束之後呢 鋼田大師把娜娜米給重新格式化了 這導致娜娜米技能當中變成一個活屍 那狐狸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說 他打算要 呃 自己去奪取一些 數據來重建娜娜米的人格 可以這樣解釋 應該可以 那 他想這麼做當然就是違反了鋼田大師的想法 所以說狐狸就被 呃 可以說是被通緝了 那在這個途中呢 他 衝到了這個 另一個平靡時空裡面 找到了當地的這個 暗影後裔 並且 請求他來幫忙 請求嗎 可以這麼說 來幫忙去 呃 奪回娜娜米的一個整個 可以這樣講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的活動的一個地圖 首先你就看到這地圖分成兩塊 第一個是你當前主線的一個地圖 第二個是狐狸之列的一個地圖 那在狐狸之列的地圖呢 你們看到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保護區塊 那這一塊就是 保護這個狐狸不要被鋼鐵大師派來的人給 呃 抓走之類的 那 這個 獵捕這個區塊呢 則是我們要協助狐狸去 呃 取得這個 娜娜米的一個整合代碼嗎 可以這麼說嗎 對 那在保護跟獵捕階段呢 都分成了三個稀有度等級 都是罕見 史詩跟傳奇 三個等級 那在保護階段呢 就是獲得對應等級的一個 呃 入場券 那用這些對應等級的入場券 就可以去打這個對應等級的一個獵捕階段 然後再獲得對應的分數 那這邊就可以來看到這個 戰鬥通勤症對應的等級分數喔 那獵捕階段的罕見14分傳奇分別是獲得 60 100 以及130積分 那獵捕階段呢 則是分別獲取 75 300 以及1000積分 那我們在完成保護階段的任務之後 會獲得入場券數量 其實都是 基本上都是隨機的啦 對 都是0到4張之間 此外就是 呃 我們打這個保護階段 是需要冷卻時間的 那 罕見等級 每4個小時 你可以免費打一次 然後14等級 每8個小時 你可以免費打一次 傳奇等級 則是每12個小時 你可以免費來打一次 那如果你不想要去等這個 冷卻時間的話 也可以直接花寶石來解鎖 那這邊是如果你想要用乾的來乾出來的話 你要把寶石花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寶石消耗量其實真的不低 對 那 雖然如此 但是也算是一個 比較好的手段 去快速農出你的 呃 忍者刀套裝 那當然你如果想要更輕鬆 更快速的去完成這個 障藏通行診 也是可以 只要你有購買這個 高級通行診 注意你要有購買高級通行診 才能用這個辦法 就是你可以在這個 障藏通行診界裡面 這邊就可以直接使用購買等級 對 你就可以直接買等級 那一個等級是 300 300寶石 那依照你當前的分數進度 就會去做減免你的寶石消耗量 對 也就是說如果你只要從零直接買到50等的話 總共都需要花15000寶石 這消耗量非常大 那這邊也可以給你們看到我 本來可能 呃 一萬四千多寶石 然後在完成這個 為了完成這個通行診 總共花掉了 呃 接近一萬寶石 對 就是 呃 一天之內完成的話 真的就是消費非常大量 第一天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 呃 有通機刷法 這樣子可以省下 非常非常多寶石 但是在第二天的 呃 一換日他們就 Neki就把這個 呃 方法給 幹掉了 所以說我沒辦法 用這種辦法刷 對 然後只能去摸摸鼻子 就好好畫我的寶石 去把這個東西給刷出來 好像在 呃 最近 包括這張 我們這個獲得的寶石 還有這個 週年 補給的一千寶石 你可以讓我再 繼續維持在八千多顆寶石之上 對 這算是非常好運 對事情 那最後就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 全新的暗影技能 首先是武器的 這一個 忍者刀的一個暗影技能 再來是這個 盔甲的暗影技能 撞擊 對 那大致上就是這次活動了 那在活動之中也有出現 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對手 對這個獵捕階段 有非常多的對手 那 保護階段也有啦 只是因為他們並不會有 什麼特殊規則 所以基本上就是 當成一個正常的對手在打 沒什麼感覺 但是在 獵捕階段的對手 就會有各種各樣的規則 那我也非常推薦各位 可以去體驗一下 我個人覺得挺有意思的啦 對 所以最後面我就帶來給各位 這個 三個保護階段的各一次戰鬥 以及一個 傳奇稀有度的一個獵捕 然後我把傳奇獵捕階段 這個一次要十張這個 傳奇入場券 這真的超麻煩的好不好 對 這一次就只可以 帶給各位一場好不好 就這樣子 那這次影片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那個 訂閱跟喜歡 還有分享 對 因為這都有真的非常重要 好嗎 那我們就這樣子 Peace out 有機會 不 coefficients 有機會 bly 可能 有機會 是 有機會 有機會 不得 有機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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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 有機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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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招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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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